廚房可以說是一間屋的靈魂 是直接影響整間屋的價值 接下來每一集 Mia Kachina 聯同講心講真 邀請了一班室內設計師 教大家不同的技巧 令大家可以設計一個 屬於自己的理想廚房 導演說沒有嘉賓就算了 一舉答何 問也不答 每一集都有嘉賓 那你說我怎樣 不是自己做 怎樣 有啊 你看後面 哪有啊 導演 阿添 我回來 Kavin 我們也算有緣 那怎樣 有沒有想法 我送給你 這樣嗎 問你才拿 還要被你炆光 好 拜拜 好 拜拜 這一集 會由錢入心 教大家怎樣由零開始 規劃一個廚房 其實做廚房真的有很多步驟 如果我們今天談這個題目 我就要分開幾個步驟 和你一起分享 嗯 聽一下 第一個步驟 我覺得是風格 我一般都會建議客人 走多些廚櫃公司 可以多看不同款 最新款 或者留意雜誌 或者網上都有很多印象 或者參考 如果什麼想法都沒有的話 可能我們自己也會找一些 提供給他 你怎樣幫他 我其實廚房應該 如果整個project來說 不會是我第一個空間去設計 所以我會跟周邊的環境去設計 譬如說 有時候他會玩一個modern style 我們這些廚櫃的門版 我們會選一些平面方角 會簡單一點 如果它是classic的話 我們又幫他選一些多些線條 所以在這裡 都可以給到很多意見給客人 其實看廚房的size 或者廚房的shape 是怎樣 常見的 我們會看到L型 如果有足夠的空間 我們會做U型 如果有些大一點的話 就360包圍 然後中間加一個island 這個理想 想到也好 我想坊間很多人都會說黃金三角 黃金三角是什麼 又有口氣 我們想一下煮食的時候 可能周邊又要洗一下東西 東西放在旁邊 所以如果一個人站在這裡 只是用來轉圈 即自轉的話 是最方便的 不用拿到菜去炒菜 才能拿到菜去炒菜 所以通常 如果找一些專業的廚房貫運 他們都會解釋給我們 原來我們留意一下 煮食或者洗菜的地方 路徑 我想路徑 在設計上要留意 我知道坊間也有一些廚櫃的牌子 連喉嚨怎樣走之餘 直接一站式服務 有聽過嗎 有 有朋友他們說 其實我只是簡單 只是翻身一個廚房 不找設計師行不行 當然最好找 當然 但是方便來說 坊間有一些廚房公司 他們一站式服務 是剛才我提到的 就是由設計開始 然後裡面有什麼埋線 然後 layout是怎樣做 他們都會有推薦的 當然 你在煮菜的話 窗在前面很好 又可以看著風景 看著花園 然後就在炒菜 但其實都很危險 因為有時候一大風 一吹過來 那些火一關了 那 未必你說 我看著 那時候我煮湯 我不會看的 會長著的 所以其實都會有很多安全性的問題 都會跟客人去溝通 你甚至乎油煙 都不知道怎樣抹 下面有個窗 是啊 所以有時候看到這些 抄油煙機 我們都會很注重它擺的位置 為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它很帥仔 其實背後是看到很多隱蔽的喉 那就是說我們這些油煙 先抽我上去之後 就會走出街 走出街 這條這麼隱蔽的路徑 當然越短越好 越直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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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轉那麼多彎 所以這些位置我們都要留意 如果不是這條氣不順 話這麼快 今天又見完你了 是啊 又聊完 我又不捨得 不如 偷偷地 下次我再約你 再約我 去哪裏 又住房 啊 嗯 嗯 嗯 我